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而参加的选手们也纷纷进入到比赛会场 准备好要来参加今年在旺安第一次举办的盛事 旺安跳岛伴马嘉年华 右边 左边 后来 左边 左边 再来 再来 2024 局导澎湖跨海马拉松 已经迈入第七届 是全台唯一一个结合跨海和跳岛的度假型跑旅 也是朋友心目中每年必须朝圣的经典马拉松赛事 局导快马拉松啊 我们已经举办到去年是第六届 那我们通常我们的举办日期是在 11月的第一个礼拜天 那时候是澎湖比较淡季观光的时候 那我想这个近年来啊 大家喜欢跑那个路跑马拉松 那我们就要结合路跑以及旅游变成旅跑 那希望能够把澎湖美的一面 在秋冬的时候展现给大家 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首度在春天 举办旺安场马拉松活动 结合美丽的海岸线赛道 丰富的特色补给 多元的人文特色 吸引四百多位运动爱好者搭船登岛 5 4 3 2 1 本次旺安跳岛马拉松的起点 由绿西规观光保育中心出发 沿途经过具有历史意义的鸳鸯窟 接着到全岛最高峰天台山上 再到保留完整古厕聚落花宅 最后到绵延树宫里的美丽贝壳沙滩 广岸口绕行一圈共十公里 将全岛美景净收眼底 广岸它的地形平坦 而且它的沙滩非常漂亮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路跑 让所有海内外的朋友 喜欢跑步的朋友都能利用 在旺季之前的这个淡季 能够来促进广岸的一个经济 那也能够把观光的人数 能够把它提升 那我们这一次大概也报名了四百多位 也等于是在我们的目标之内 也非常感谢这个跑游的响应 参赛选手在奔跑的同时 除可欣赏到海景以及传统聚落外 也设置多个补给站 让选手补充能量后 继续往终点前进 沿途居民也在路口举着加油棒 为选手加油打气 让人感受到忘安居民满满的人情味 很开心 很多场比赛 很多场比赛呢 我都拿过总牌 可是第一名就只有几次而已 主要都是台湾的 所以离岛的话就是想要体验一下 之前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我非常喜欢忘安 也很喜欢花宅 所以忘安第一届 我看到以后就一定要报名 然后跑进花宅的时候啊 那边就有很多加油赛 其实在每个沿路中 阿公阿嬷们他们 就是即便是坐着椅子 也很开心的欢呼 我觉得非常感动 那我这一次 就是在网路上看到这一个活动 那我印象以来 这应该是忘安第一次办马拉松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就非常有兴趣 所以想要来参加这一个路跑 以绿西龟和花宅闻名的忘安 由于丰富人文景观 以及多样的观光资源 成为许多旅客到澎湖跳岛旅游的选择 之一 忘安岛的地形起步 四周有广阔的草原 岛的西侧则有天然海湾 及玄武岩山崖等起立的美景 所以也有蜜月岛的美誉 我最想推荐给朋友的就是 来的忘安 不只走一般的景点 其实非常多的沙滩 比如忘安口沙滩 或者是这些绿西龟的 这个保护区的沙滩 都非常的漂亮 只是要提醒大家晚上的时候就不要过去 那白天是个欢迎大家来这个看法 今年举办的忘安跳岛半马嘉年华活动 不论赛道规划 主题发想 赠品设计及美食摊位 都非常用心获得跑者们的喜爱 也为忘安迎来难得的旅游人潮 与热闹滚滚的气氛 彭管处这几年都在推动四季的旅游 就春天我们叫做赏欧季 夏天我们办食户季 秋天就是玄武岩的这个祈宴季 冬天就是我们有古迹古堡的防古季 那也欢迎大家能够把时间留下来 维化一个澎湖的四季旅游 四季澎湖精彩一楼框 澎湖欢迎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